一个亡死的施多奖的女老师 结果当她要申冤的时候进到法院 她的家属替她进到法院 对面坐的是三个王牌大律师 三个王牌大律师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是大法官 背后是废死联盟 背后是许许多多 在为死刑犯来去找出逃脱 逃死的一个理由的一群人 财大释出资源庞大 但庭上永远坐着一个孤单的被害者家属 张先生坐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今天台湾社会对待 我们善良守法老百姓的态度跟方式 吴中宪委员当过检察官 他看过多少这种庭上的状态 我们的整个司法 向所谓的加害者倾斜 有没有想过今天被害者无处可恕的冤屈 当所有的声音嗡嗡嗡的作响 都是帮加害者开脱的时候 受害者家属能在法庭上讲句话吗 大法官做出实质废死判究 我看到一堆民进党来帮大法官洗地 可是我就要问一件事情 大法官废死的判决 实质废死判决做出来之后 没几天 刚刚吴中宪委员讲 那案例就发生了 一个司徒奖的女老师 一身坐育英才 善良本分 遭到性侵 遭到垂疾 遭到虐杀 大法官说这叫做随机杀人 不是预谋犯案 不是最严重之罪 我们的法院五度判死 最后判他免死 直接引述大法官的意见 说大法官就这样讲啊 说这是随机犯罪 不是最严重之罪啊 于是过去说死刑的判决 全部都不算数 被害者的冤屈 永远沉落在地下 被害者家属眼泪 没有人看得到 12月3号 请他走上街头 人民用我们沉重的怒吼 来告诉大法官 你们的判决我不接受 谢谢 我想请问 为什么不是最严重之罪 某人家里死的人 你认为不严重 但是对家属而言 这是痛彻心扉 世界末日 天崩地裂的事情 这不是最严重吗 再来 为什么认定 随机杀人 比预谋杀人恶性不重大 随机杀人 更视他人的生命于无物 你预谋杀人 很多时候 内部还潜藏了 双方的恩怨 但是随机杀人 是一点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权 那为什么还可以去论断 他比预谋杀人不严重呢 被害者 张先生 被害者先生 张教授 他多年来 他每一次开庭都在场 但是呢 法庭的现场 这个杀人魔 永远有三个律师陪着他 法官也会帮他讲话 但是被害者的家属 张先生 永远只有一个人 甚至只有 范保协会的律师陪同 而且还不一定能讲话 当所有的法官 认定说 被告要受精神鉴定 要想办法把他逃死的时候 这些被害人家属写的意见书 却没有人重视 就死者家属而言 其实司法天明 是完全的向 加害人倾斜 这个对社会是不对的 那被死派的大法官呢 他想方设法 为这些死刑犯 逃脱死刑 但是对于加害者 去伤害了这些被害人的 被害者家属 或被害人的人权 却知之未提 这个就是现在的 大法官的认定 这十年来 这位张教授 期盼的公平正义 却遭到这一次 大法官的践踏 政府应该要尽全力 去保障 社会上面 99.9%以上 善良老百姓的 生命安全 而不是去保障 极少数被告的安全 12月23号 我们希望大家 跟我们一起 上街头 我们来告诉司法院 这是不对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响应 白玫瑰运动 我们来到街头上去告诉司法院 告诉政府 我们要的安全社会是什么 我们希望 为下一代留下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 而不是像现在一对伪善的人 拿着所谓的人权的旗帜 去压迫被害者家属 要求他们一定要原谅 这些被告 然后让被告回到社会 再继续的伤害 我们这个社会 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谢谢各位 welt compliqué 咨语 咨语 窦